柯文哲 柯文哲 他心裡想 我想認齋了 我當副子算了 你說有沒有這個情況 我們待會看 國民黨他的想法 很好啊 你終於認齋了 你終於願意當副子 很好 但是你要先承認你輸了 這樣子就OK 柯文哲說 XXX 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樣要講 就是要把從頭到尾 用簡單的方式 理一個頭緒 因為看事情不能看一個點 你要整個面看比較完整 一下是一出 讓人很倒胃口的 HG吃瓜群眾 中國大陸用語 觀眾啊 看看就好 至於你要怎麼解讀 隨個人意吧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解讀啊 這是我根本沒有參考的資料 就在我腦海裡面 我就把整個來往去 用我自己的方式啊 所以我就當作連續去看吧 因為一些用字不一定精準 但意思是沒有問題 你看 從一開始啊 我們就從 一開始 要總統大選了 然後到今天為止 這個情況 一開始啊 國民黨領導人就說 我們已經決定啊 征召最強的候選人了 沒錯吧 除馬小竹 2014年總大選 好啦 國民黨 開始了 所以為什麼要從這邊開始講 因為從那邊就開始出問題啊 但是國民黨有好幾個啊 有意參選就質疑說 欸 好啊 我們要啟動啊 可是一聽征召兩個就不對啊 因為征召一般就說 只有一個人 或者沒有人出來的時候 你就征召 沒有人要出來嘛 你就征召 只有一個人那也不用說嘛 像賴清德就只有一個人 沒有第二你就征召 那現在不只啊 國民黨不只一個人啊 姓張啊 姓趙的啊 姓侯的啊 姓郭的啊 姓什麼 張三理事啊 好幾個啊 至少五六個六七個吧 那你就不能征召 所以有人就質疑說 不只一個人要出來啊 那種黨內初選嘛 有時候黨員投票嘛 而且要先舉辦政經發表會嘛 或者編論會 隨便嘛 就每個人講話嘛 搞不好也可以提問嘛 交互質疑嘛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我講我的 我對你有問題 我問你幾個問題啊 看你怎麼回答嘛 就是大鳴大放嘛 就是 大家講一講嘛 那 這個當然是只能 國民黨的來選啊 這關其他黨 一般名字就沒關係 黨內初選嘛 那黨員自己會看電視嘛 哦 侯友宜講得好 哦 張養中講得不好 哦 張教授講得缺少 侯友宜講不出什麼 就是 由觀眾自己去判斷嘛 至少 我替你要講什麼東西嘛 啊 就是說 很多人質疑說 那你應該先辦 政經發表會啊 然後說 黨員投票決定這樣 比較公平嘛 他也無話可說 啊 國民黨領導就說 不要啦 不必辦 不要辦 不需要辦初選 啊 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初選啊 造成本黨的不團結啊 分裂啊 不行啊 我們要團結 啊 所以 多少罪惡啊 就是 有什麼狗固領導中心啊 不團結啊 就這樣子造成 啊 而且啊 中常會已經授權了 黨主席 辦理徵兆事宜啊 你們就不要廢話了 全國代表大會啊 選出 中常會啊 中常會 二三十個 又 全權委託啊 有書面證明啊 委託我主席辦理徵兆 這同意啦 你就不要廢話 我們 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來的 中常會嘛 中常會又 委託我嘛 這你們還在講什麼 不必辦初選啊 啊 過了沒多久啊 國民黨領導又說了 又發話了 結果考慮之後啊 本黨徵兆的人選兩位啊 我這個不是說跟 每一個字那麼百分之百密合啦 就是意思 差不多這個意思啊 等我重新改寫 重新解讀的意思啊 但意思就是這樣子 本黨徵兆的人選兩位啊 一位是侯友宇市長啊 哦 兩次新北市場 大勝啊 沒問題啊 另外一位是經理大名的 國臺銅市長啊 紅啊 太大了 國際企業啊 這個太有名啊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我們徵兆兩位 當你給徵兆一個嘛 你也可以徵兆兩個嘛 你也可以徵兆三個嘛 但你就辦初選就好了 哦 沒有 我們就徵兆 哦 不多 我不是徵兆三個五個啊 我徵兆兩個二選一啊 那就不用辦初選了 那幾位友宜參選者啊 有指一啊 那這邊的人看到 你們看到這邊可能會覺得奇怪嗎 還是怎麼扯這些來龍去嘛 跟前面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你看完整個脈絡之後 才了解這個意思啊 然後呢 那幾位友宜參選人有指一啊 那為什麼沒有我們啊 那你就說 好啦 那叫你初選你又不要啊 你說徵兆 好啦 你像徵兆不止一顆 那為什麼沒有我們啊 沒有我們姓趙的啊 姓張的啊 姓啊 姓王金平啊 王的啊 姓韓的啦 什麼都沒有啊 而且國產民 他根本就不是國民黨員嘛 這是 你不管國民黨初選徵兆 你應該 初選會徵兆 我們這是國民黨 代表國民黨嗎 他根本就不是國民黨員了 啊 要泛藍團結 那你怎麼不找 那你怎麼不找那個可問者啊 還有很多台灣很多台面上的人物啊 不找 好啦不管了 就沒多久啊 國民黨領導人啊 就邀請郭台銘啊 郭董啊 大哥 到辦公室談一談吧 有消息啊 告訴你 郭台銘說 是好消息啊 壞消息啊 是不是說就是我 就是我啦 還是有什麼變數啊 一路上一定忐忑不安嘛 接著面啊 這個 領導人就告訴郭台銘說 郭老闆啊 很不好意思啊 你說給侯市長 郭台銘就昏倒了 不是真的昏倒 就頭髮昏了 他說 哇 怎麼這樣子啊 因為這邊有些細節啊 但是 也未必是真的 我覺得忽略掉 這邊寫就是 差不多是這一回事啊 那有些細節 也沒有錄音嘛 就是 有些小道消息啊 或者報紙有登 但是 難辨真假 我們就 那個就不要了 反正裡面還有很多梗 一些小梗 就不加了 譬如說 曾經說 喔應該是你啦 機會很搭啦 另外一個我去跟他談一談 他應該退讓 沒有啦 喔不是啊 你輸了 另外一個不能退讓 等等等等 但是也真假難辨 郭台銘就問 你有什麼依據啊 郭文台銘導人就說 麻煩你看一下啊 這是幾份啊 本黨所做的內參民調 什麼叫內參民調 民調 都懂嘛 什麼叫內參 不對外公開嘛 內部參考 我給你看看 我們內部的參考 這也不是我當主席做的啊 也是我手下委託民間調查公司做啊 這根本怪我啊 素是會說話嘛 而且小弟我啊 最近花很多時間啊 到處拜訪本黨重要人士啊 例如先是首長啊 中央立委啊 黨內大佬等等 我花很多時間拜訪他們啊 有的打電話 有的親自拜訪 有的是他過來啊 我花很多時間 不好意思啊 他們大多數啊 都希望侯市長 代表國民黨進行 所以郭大哥不好意思 我也是希望你出來 可是沒有辦法 內參民調是這樣子 大家的意見希望出來 怎麼辦啊 我也不好意思啊 郭載民心裡就想 你那幾份內參民調議員 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 是哪給我看啊 怎麼做的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參與啊 要不然的話 你說我也可以推薦幾家來做做 你做一半 我做一半 我也沒話講 我都沒我參與啊 也不知道你怎麼做出來的 而且啊 你到底有沒有拜訪重量級人 你說拜訪一大堆啊 他們講了一大堆話 那你到底有沒有拜訪 拜訪哪些人 他們怎麼說的也沒錄音 也沒給我聽 也沒給我聽 我哪知道 都你說了算了 但是 人家黨主席已經講了 內參民調拿出來 也跟你說拜訪很多啊 你也不好意思說 你講假話 所以郭台銘一直是講瑜伽啊 也講不出話怎麼辦啊 要不然就翻 當場就翻桌子嘛 可是也不好翻吧 我到底 國民黨的主席辦公室 翻桌子也不好看 我全盤接受 我心不甘情不願 可是我講不出話 一直是瑜伽 只有默默鼻子認了 不然怎麼辦啊 我到你地盤來 你給我講了那麼多東西 我怎麼辦 默默鼻子認了 而且啊 為了君子風舵 心不甘情不願地公開表示 我確定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候應該是這個候啊 但是啊 老郭啊 回家以後 越想越不對勁 這個離開 這個 中央黨部啊 國民黨 辦公大樓啊 回家在車上啊 越想越不對勁 我覺得自己被擺了一道 而且又被幕僚啦 朋友啦 親戚啊 不要取笑啊 拜託 老江湖了 被人家耍了一下 你自己搞不清楚啊 人家什麼話都可以講嘛 可能也是安慰他嘛 於是啊 老郭他媽 越聽越神奇啊 牛脾氣又犯了 要再來一次 年輕氣盛了 又來了 牛脾氣犯了 要做什麼事情啊 於是郭台銘啊 就宣布 自行參選了 第二 你前面不是說 你要全力公開支持啊 國民黨候選啊 是啊 他是有講啊 他心不甘情不願啊 一時之間為之雨塞啊 摸鼻刃啊 但是很多人就這樣子嘛 你當時忍得住 事後忍不住 也有當時忍不住 事後又後悔 都有嘛 他當時就忍住了 事後一定是 封鷹排馬的啊 講封娘話的啊 取笑的啊 一大堆嘛 這個越想越不對勁 因為郭大銘的脾氣 依我了解不是很好 一向宣布自行參選啊 自己主辦模式 而且還找了一個形象不錯的 會選之聲美女啊 來比一下 當副手 好啦 就變成這樣子了 然後這時候一個小黨 一人黨的民眾黨主席啊 郭文哲也站出來 當然綠的是沒問題嘛 綠的早就是來解決了 郭文哲也站出來 這第四組 站出來說 我討厭藍與綠 我以前是莫綠 我以前是莫綠 都沒想到 米娜浮華那麼快 所以我現在 不是莫綠啦 我想討厭綠的啦 我以前是莫綠啊 可不想討厭米娜浮華 太快 藍我就自己討厭藍嗎 我就是受害者 二二八受害者 白色恐怖的 所以他也奇怪 白色恐怖他討厭 他自己要搞一個白的 這個是很矛盾的地方 我一下子討厭 郭文哲啊 我的阿公啊 這個大概的情況就是 以前被 蔣介石啦 這個什麼 警備總部啊 抓起來啦 關起來啦 雖然沒有殺掉啦 可是後來放出來 身體就不行啦 身體被打過 被刑囚 後來沒說死掉啦 說無一家討厭藍的 但是他後來也想通了嘛 是啊 以前那個藍的王八蛋政府 可現在的馬英九啊 朱立倫啊 侯友宜啊 這個 這個 韓國瑜啊 那時候都是小孩子嘛 剛好有的還沒生出來嘛 也跟他們沒關係啊 所以喬歸喬 路歸路嘛 你說 你爺爺欺負我們家 那你不能怪到孫子吧 也不能怪到兒子吧 可是那爺爺死掉了怎麼辦 所以他後來也想通了啊 但是還是 一家人還是討厭啊 討厭藍的啊 但綠的也討厭腐化啊 所以希望政黨倫敵 也說我宣布出馬金元總統 也出來啊 然後啊 台灣2024年中央大選啊 四角度就出現了 這是台灣的用語啊 就是 本來是三分天下嘛 現在變成 世主陣容啊 可是呢 這四組人啊 誰的一面大呢 那怎麼辦 就只能參考民調啊 沒別的辦法 因為你選舉 還有一大堆時間嘛 那只有民調嘛 參考 於是啊 台灣各個民調公司啊 有的偏來的偏綠啊 有的中立啊 亂七八糟啊 一大堆民調 那一下有了一個月做一個月 有了一個月做兩三次 有兩個月做一個月 反正就一大堆公司啊 就是做了一大堆資料 又不一樣 有的全市化 有的全手機啊 有的來會員制啊 來簡訊啊 有的網路調查 那幾八糟 不管嘛 都紛紛上陣 做出各式各樣的 很多份民調 那這四組人 他們都不會只看一份嘛 這樣全部都要看一看嘛 有的就覺得很準嘛 有的就覺得 還好啦 有的覺得把你胡說八道啊 被收買等等啦 反正都要綜合看一看 但是 看了那麼多 差不多也看得出一個端倪嘛 大致 如果說 賴清德再一份第一名 另外一份第四名 那你就投婚啊 這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 只是 只百分點啊 或者百分比啊 有一點差距 但是大致上 排名差不多啊 就大家一看 很多份民調以後啊 拿出一個邏輯啊 拿出離清頭靴啊 賴清德就笑了 因為他都有啊 30到40%啊 40或40多%啊 像很少掉到30%以下啊 多了這個40幾%啊 就第一啦 笑了 到時候就高興了 笑了 那後來啊 臉都綠了 啊 這綠端端端 每一張綠不一樣 就跌到綠了 啊 就是難過 你看大家講到 侯老三 他說 我自不計啊 再怎麼樣 我也是老二嘛 我老大最好嘛 怎麼搞到老三去了 丟人 那侯文哲 柯文哲也高興不起來嘛 因為柯文哲是驕傲的人嘛 他高興不起來 或者很有自信嘛 像驕傲 像富民 很有自信的人啊 還高興不起來 他心裡想 哇哩咧 我出來就在當選嘛 啊 因為你是第一名當總統嘛 你不管第二名 第五名 第二十五名 第八萬名 都沒你的份嘛 啊 就只有冠軍嘛 啊 從亞軍開始 都沒有意義嘛 原來心裡想 哇哩咧 啊 要干掉信賴的 好像很困難耶 都差個十個百分點 或十幾個百分點啊 哇 他心情最差的是老郭 因為他的心情就是怎麼樣 他不是很多說我財生嗎 很多說我企業巨子嗎 很多說我治國能力嗎 找財經專家 大老闆治國不是很好嗎 台灣財經就剛好好了嗎 不是很多聽過嗎 什麼名叫出來我只有10% 或者不到 真難過 而面對這種局面啊 來心情的心裡想 哎唷我今天好累哦 我應該花點時間補眠一下 反正沒什麼壓力啊 就睡覺去啊 當然也不是真的睡覺 就是心情輕鬆的意思啦 那後友宜啊 主理人在想 哇 好像不太妙耶 通常是老三啊 偶爾運氣好 跟第二名啊 很接近啊 打拼啊 或者領先一點點 但是整個看起來是老三嘛 好像不太妙 要想點辦法 而柯文哲心裡就想 民進黨過去七年幹的這麼爛啊 怎麼支持率還這麼高啊 難道是老子吃酸啊 照理說你幹的很爛啊 你應該明跳的百分之十幾啊 真是八八九八最好 怎麼還有三十幾八 四十八 哇 那要幹掉你很難啊 啊 我得好好再想你的點子出來啊 他本來 柯文哲想嘛 就本來覺得 台灣討厭藍綠鬥爭嘛 也討厭藍的 也討厭綠的嘛 討厭藍的 現在也開討厭綠 也幹的不好嘛 討厭綠的 也覺得藍的不太長青嘛 不然他民調不會第三嘛 所以各位就說 那我是第三勢力啊 我就搞個白的 可是你問他說 你不是討厭白色公布嗎 你怎麼搞白的 你看看他怎麼回答 說齒白非比白 啊 說我得再想點好 好點子出來了 想想辦法 啊 郭董則想 老夫啊 頭頭洗下去了 老子十八 不到十八 我叫這怎麼辦 怎麼下台見 要學 也不是啊 到數了很難看 不學 這個也講不出口啊 尷尬 所以一種想當然兒的 想法就順理這樣出現了 就是 老二姓柯的 老三姓猴的 我自己用的 語氣啊 文字比較輕鬆一點 開開玩笑 所以我 大家當個連續劇看吧 但是意思差不多是這樣的 所以老二老三啊 終於心有靈犀 想合作看看 不按前途還要思路一條 分開選 我們都是二十幾趴 人家三十四趴 那怎麼選 合起來 結果後來民調說 真的 連合家都贏 沒有輸了 全部都贏 我們倆合作看看 至於老郭呢 暫時被釀在一旁了 因為另外三個人沒有空力 空虛寂寞 空虛寂寞 恨啊 沒辦法 但有錢嘛 有錢 你去搞辦公室嘛 去請一大堆人嘛 這沒關係嘛 你有錢嘛 你說連數 奇怪了 你說連數 一百萬分 一百零幾萬 有效 九十萬 奇怪了 很多人幫你連數啊 可是民調就是很低啊 這就怪了 就很多是民調 管給他們 民調希望最好 不要四角獨 最好五角獨 六角獨 你們 泛藍的 最好推二十組 人馬最好 三十組 一百組最好 越多越好 韓信用兵啊 多多益善 不然一隊一五 民調 大概 也去掉一半了 兩隻至少 至少兩組 三組 四組 最好 於是藍白河的奇蹟就出現了 柯文哲就首先放話 藍白河啊 當然就是要推出最強一組的候選人嘛 如果是推出來 郭老闆最強 就是他當政的嘛 如果小弟我 姓柯的最強 就是我嘛 我當政的 如果你 侯大哥啊 因為侯友比較大 當然你 你最大的是 郭台銘嘛 三隻頭的嘛 誰想就推出誰嘛 這個好像有道理嘛 才有意義啊 那就是來個全民調吧 我說全民調哦 我願意我主動要三趴哦 他沒有講過 我記憶裡 他沒有講過 讓政府三 他沒有講過這個話 就是我讓三趴 意思就是說 我輸你就不用講了 我在理論上 我輸也是要讓三趴 可是 我只要是負的 我就輸了 讓不讓 輸的就不用講 只要是負的 我就輸你了 不用講 我現在跟你講 正的 正的如果兩趴算我輸 二點九趴算我輸 你要剛好三點零趴 我輸 不好意思啊 三點一趴算我贏 四趴五趴算我贏 它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他從頭到尾 所以他從頭到尾就想 我讓你三趴 而且是我贏你才讓嘛 我輸你我就輸了嘛 理論上也是讓 可是那沒有意義嘛 就是 負的就不要講了 政府就讓你三趴嘛 這個意思啊 而且他已經講 我讓你三趴嘛 他沒有說 我讓你正負值三趴嘛 夠意思吧 讓你三趴 那就讓民調數據 事實來說話 可是國民黨的回應 萬萬不可 不可以 所以很多民眾說 拜託啊 你就直救對決嘛 而且就要讓你三趴了嘛 那糟糕 你覺得 三趴不夠 要讓我五趴 但國民黨講的也是有理由啦 萬萬不可 我不是 我不是怕跟你 這個全民調 而是 全民調為實證嘛 你看 郭泰銘 郭大老闆的這個 連署啊 你看不是 灌票 灌了連署一大堆 原來搞了司法調查 一大堆就一場嘛 很多都是民進黨的人在搞的 這個也是一樣 人家一聽 人家不想跟我 國民黨直救對決 我票全部灌給你 哇 那這個民調實證 這不行 你就算在三趴也不夠 搞不好人家灌起來 搞不好是十趴 十幾趴 就不幹 全民調會實證 因為 立雲會把支持率灌給你 可屁 這也對 但是就被罵翻了 國民黨很麻煩 美種啊 小樣啊 沒實力啊 弱雞啊 怕輸啊 擦擦擦 滑了出來 就跟他弄嘛 國民黨一看 心裡老是被賣 不是辦法 就想了一招 一直對柯文在說 哎呀 全民調也可以 但是加上一定比例的 政黨支持率 真實的意思是說 全民調你會被民黨灌票嘛 然後我就弄個政黨支持率啊 來個平衡一下嘛 真實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你說灌票了 國民黨說沒有灌了 這講不清楚嘛 就說 就說好聽就說 啊我大 我這個政黨比較大 啊 這個 人才多啊 奇怪 那當年 宋楚瑜是小黨 國民黨連戰大黨 那時候怎麼沒有搞政黨支持率啊 那國民黨很大 宋楚瑜很小 那時候沒有搞 老柯一想啊 不就是一對一的對決嗎 什麼跑出一個東西 叫什麼政黨支持 什麼東西啊 什麼老十字 什麼 德國模式啊 日本模式啊 老是頭都快暈啊 而且台灣以前的民調 也沒有這些東西啊 你國民黨多年來的選舉 我民調也沒有這些東西 都沒有啊 怎麼一碰到老柯我啊 碰到小柯 兄弟逼人在下我 這些怪物怎麼 全跑出來了 你對郭泰銘也沒搞這些啊 你自己 你以前有島內出選也沒搞啊 你徵兆也沒搞啊 你以前各種的 民調各種的內部選舉 也沒搞這個 怎麼可能 德國模式 日本模式政黨之一都出來了 你會被 將來跟賴清德 對決的時候 也搞一個政黨支持率 還搞一個德國 法國 西班牙模式啊 我覺得好奇怪啊 而且 第一個是 之前沒有用過嘛 第二個就是 時間也不夠嘛 於是柯文哲就毅然決然 對柯文哲公開 NO! 不接受 藍白河就卡關了 好就卡住了 怎麼辦 要全民調 國民黨不幹了 說會被灌票啊 那如果加政黨模式 平衡一下 柯文哲說什麼東西啊 而且來不及啊 也不幹 當然就卡住了嘛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啊 老馬福利的 小馬哥啊 坐不住了 他站出來喊話 救全民調 不要怕 柯文哲要全民調 我們就給他 他要什麼就給他 就全民調 不要怕 反正縮頭縮頭都是一刀 縮了就縮了 贏了就贏了 不然拖下去 兩敗俱造也不是辦法 我們贏的話就是 我們是政黨 沒有關係 就給柯文哲當政黨 我們當副的 至少一個副總統嘛 至少也是政黨人體嘛 下架 民調 我是黨輩 我出來當見證人好了 這是好氣迫 他說挨個讚 馬英九了不起 所以一開始 國民黨還是不太同意 也不太理他 後來也被麻煩了 後來那個 既然老馬哥才講話 然後民眾也說 那就談啊 馬英九都講話了 那就全民調啊 於是 國民黨的民眾也同意了 而且豬 侯克 三巨頭 率領各自首下大將 一起到馬英九辦公室 卸掉了 卸掉 你公道伯 聽聽公道伯講話吧 一票人 一大票人 起居馬半 然後助理人 這時候出來一招 講話了 小孩子先出去啊 年輕的幹部先出去啊 就用我們四個大人來談 這就是一個梗啊 看起來有道理啊 這是我們大人的世界 小孩子先出去 我們大人嘛 有決定權 小孩子先出去一下 有什麼決定告訴我們 可是梗在哪裡呢 你是三對一啊 你是三對一啊 你這些 蝦兵蟹家啊 這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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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副秘書長啊 發言人啊 幹部啊 都年輕的嘛 你人多 大家種植成成嘛 三個臭皮這樣抵過 一個諸葛亮嘛 那你現在 剩下四個 助理人是誰啦 國民黨 霍玉琳誰 國民黨 馬英九誰 這是國民黨 三個啊 國民黨三個啊 柯文哲就一個啊 四對三 三對一啊 你說公平嗎 那你這些小孩子 一起談 搞不好有年輕的時候 誒 柯老闆啊 柯主席啊 不對哦 我這裡有梗哦 大家人多嘛 腦筋清楚嘛 柯文哲雖雖然 至少很高 他就一個人嘛 而且也六幾歲了嘛 有時候難免 人都會退化 或者一下子想不到嘛 說三個臭皮這樣 抵過一個諸葛亮嘛 所以這些小年輕人 我們在的話 我們可能就發現 有什麼梗啊 哪裡不對 可是我們都不在啊 最後你又簽啊 你被突襲了 你被人家偷襲了 這些小孩子就不高興 你為什麼要叫我出去 應該是說 我們大家都在 大家談 都談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再出去也可以啦 最好是全程錄音 小孩子不要出去 等到談到最後 結五眼的時候 我們的意見都提出來了 差不多了 不是啊 你一看就把我們請出去啦 結果我們的老闆被突襲了 其實國民黨 這是一個梗 當然後面還有 三拍六拍也是一個梗 包括之前 柯文哲一直主張嘛 就是公開透明嘛 就是 公開嘛 錄音嘛 接受就是 電視轉播嘛 我們要講什麼話 協調 結果這些人就是 一定要搞到自己的什麼幹部啊 還拉一下鐵門 所以 柯文哲說他老實啊 有時候也沒錯 我就堅持要公開透明嘛 可是你就是 要 要披時密談嘛 可是我一下子不好意思 我就洗流鼓入去 後來又後悔了 應該拒絕的嘛 譬如說 他們主力人說 什麼日本模式啊 德國模式啊 怎麼樣 很好啊 對你們也很好啊 也公平啊 那 柯文哲就說 好啊 我答應 帶回去給幕僚參考 大家 這樣 結果 國民黨又說 我答應帶回去研究啊 我本來是我根本都不想帶回去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但是既然你們提出來 我說 好吧我答應嘛 我承諾啊 我帶回去啊 給我小朋友啊 大家一起研究 國民黨說 哦你答應了 你事後 所以有時候穿小鞋嘛 所以很多民眾都搞不清楚 變色龍 你看 那你怎麼不講 為什麼要把這些年輕的幕僚 不讓他們出一點意見啊 為什麼把他趕出去啊 人家要公開談話 你為什麼要搞一個拉下鐵門啊 人家說 帶回去研究 答應 你又說人家答應了 那這些人怎麼 這些人都不講啊 就是都挑 當科問者有很多問題沒錯 可是你不能說 都找科問者查嘛 那你除了有很多玩陰的嘛 穿小鞋地方 那種不講 所以這個很糟糕啊 結果四個巨頭疼了老半天啊 終於同意有主義人寫出來的啊 一般的看法是他寫的啊 六點共識啊 或者以他為主啊 那也可能是 因為有的是講說 他的意思啊 他自己寫啊 到後來又打字什麼東西啊 因為這六點共識 顯然不是 不是這個科問者寫的嘛 那他自己寫的話 事後後悔的鑰匙哪有人能笨啊 也不會是馬英九寫嘛 因為我是公道博啊 你們兩邊談嘛 那要是你們兩邊談啊 我寫公司 我出主意 當然不是被罵仇頭啊 就重點就是啊 匯集最近已經做過多份民調啊 因為作息民調也來不及了啊 又被灌水的協議 好吧 就匯集最近做過多份民調 如果再誤差值 誤差值政府3%啊 就會獲勝啊 因為前面那個 承諾李教3%嘛 所以就是 李教3%更誤差值政府之散 還掀起了這個 就破刀洶湧啊 警察害浪 就差很多 所以當初六點的協議啊 就是當初也寫不清楚啊 所以有的時候 事後沒有後悔要啊 有時候事後諸葛 有先進執民比較難啊 所以有一個 禿頭的一個超級名嘴說 哇 這個誰寫啊 比我還聰明啊 太有智慧了 那個禿頭的超級名嘴 怎麼不講說 誤差值有問題喔 到底是 你就寫3%嘛 我就寫6%嘛 那不是一目了人 那個禿頭也看不出來 這個太有智慧了 比我還聰明啊 那你怎麼沒講到說 人家 柯文哲這樣3% 結果你管不了說6% 就搞到亂七八糟 沒看出來 當然 這也正常啦 當初也幾乎沒怎麼想到 因為大家都認為是3%嘛 但誤差是正負 正負3%也沒錯嘛 可是正的是正的嘛 負的是負的嘛 你一定要把正也是6% 負也是6% 就跟一般經驗吧 但是一大堆又說 對啊 前面 前面 柯文哲說 3%很多人說 對啊 好啊 有氣魄啊 後面國民黨說 變6%啊 對啊 6%才是對的 有些人就搶走炒 沒辦法 你搞不好 國民黨說9%啊 9%也對啊 怎麼辦 如果超過無差值啊 就看誰領先誰就贏啊 誰就寫不清楚啊 就變成解讀不同啊 那柯文哲心裡想 反正我早就說過 是禮讓3%嘛 啊 禮讓3%啊 當然 政府都是這樣嘛 可是負的沒有意思 輸了 輸了一點也輸嘛 那不用講了嘛 就正的 看有沒有超過3%嘛 意思很清楚嘛 他說台灣人多數也是這樣解讀嘛 沒有人說禮讓6%嘛 他就想說 我說過啊 禮讓3% 如果我在這個民調結果當中 超過半數 贏後有一3% 我就贏啊 或者至少怎麼樣也不會輸嘛 好啦 同意啦 宣誌啊 你說這時候小弟小妹妹 如果沒有被趕出去啊 搞不好其中有一兩個聰明一點 反應快 誒主席啊 不是你是說到3%啊 可是這個誤差值是正副3喔 但是正副3是獨立的 可是人家硬拗成是6 你這不可不妨喔 你要跟他們講說 就這樣剩了3%喔 就這樣剩了3% 那副的反正你輸嘛 我要寫清楚啊 不就沒事了 這小弟小妹全部趕跑 反應快 年輕的 聰明的反應快全部趕跑 剩下個老頭子 柯文哲一下子也沒想到 他反正想 我就說3%嘛 我就說3% 我沒有說過上過6% 那誤差值正副3 我說的是正3嘛 副3就不用講 然後我就輸啊 那正3才讓3%啊 他想 沒問題啊 我要嘛贏 我至少不會輸嘛 尤其是 那幾份民調啊 這個大概怎麼樣 也大概都知道啊 但是 朱里倫的活躍心裡想 所以我說這集是我的解圖啊 心裡想 你老柯啊 外面太笨啦 太老實啦 不管你有沒有說過要理要3% 難道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這個應該說 你沒有學過 民調無差是正副3嘛 正副3加起來就是6啊 你正3跟副3是0吧 也不是6 它是6個區間沒錯嘛 可是正跟副是獨立的嘛 你不能正的也是副的 副的也是正啊 不是亂的套嘛 但是我就說 哦 你看正副3就是6嗎 你要贏超過6個百分之3 哇 一講 滾倒 他說我這才對啊 正副3 正的3 副的3 那不就是6嗎 你不能說 正3加副3 正3 這個加副3 變成0 你不能這樣講哦 它有6個區間啊 而且都要算啊 正的也 也要算成6啊 你就覺得糗大 那你副的怎麼算 正副3 你不能只算正的啊 正副3是6個區間沒錯啊 可是這3個區間是正的啊 3個區間是負的啊 你不能說我正的 因為正副3變6 我正的算6 那你負的也要算6啊 那不是12了 但是這個一下子它想不清楚嘛 可是它也在想啊 可能 至於 就說 你難道沒有學過 明教不上正副3嗎 加副3嗎 加副3不就是6嗎 你要贏超過6個百分點才算贏啊 你糗大了 糗大了 至於喇嘛心裡在想什麼 沒有人知道嘛 他可能他也在想說 哇 正副3不就是6嗎 你柯文哲如果又輸了 又反盤我怎麼辦 我這公道博要怎麼辦 結果啊 三方就國民黨民眾黨公道博 各指定一個民調專家 就3個人 所以這個也不太公平嘛 因為你看你前面 先把小弟小妹妹趕出去嘛 然後你就國民黨3個嘛 你民黨一個嘛 這怎麼講也不公平 三對一嘛 然後你說這個指定3個專家 可是國民黨一個 民黨一個合理啊 公道博 馬英九你還是國民黨的 而且他也是主張6啊 那可不可以說也被馬英九擺了一刀 也可以這樣講啊 因為你就贊成6啊 如果他們兩個各一票 平手 那你這一票是關鍵票 你公道博應該是不要指定嘛 才叫公道博 我只見證嘛 你怎麼又指定一個 結果那個人是對國民黨有利 那是不是也被你馬英九贏了一下 也可以這樣講啊 就三個民調專家 又是2比1了嘛 前面是三對一嘛 這邊又是二對一嘛 那客人就想 我怎麼怎麼 永遠都是我弱勢啊 為什麼不是我 我可不可以三個 你們國民黨一個啊 因為國民黨 照理說你兩個人派一個嘛 因為國民黨就是一個嘛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單位嘛 民眾黨是一個單位嘛 有三分民調全市化 會員 簡訊 資料不選 這三分不算 我還有很多人罵說 柯文哲啊 你的專家啊 你啊 又有變色龍啊 你什麼出貨牌 又不算啊 九份什麼三條三分啊 對你不利的 但是一般人就是沒有大腦 不理智啊 就是說 你要先聽人家為什麼說這三分不算 有沒有道理 就算這三分對侯爺比較有利 可是他如果道理很好 那你就知道他拿掉 如果他是硬拗 你就可以把他罵出頭 罵死啊 你要先 你不能說人家拿掉三分 人家就罵出頭 你要先聽 他為什麼要拿掉三分 有道理你要接受啊 沒有道理 你就可以把他罵出頭啊 可是一般人 我不管你啊 反正就說九分 那我們還要問九分是誰提的啊 因為九分七數嘛 還是馬英九提三分 柯文哲提 這也搞不清楚了嘛 那民眾黨民調專家先說 三分民調是全市化 那全市化民眾想說 不好吧 全市化一般是老人家接的嘛 就是大家都接受啊 你室內電話跟手機啊 一半一半 或者四話六成那個 那都有得談嘛 就是你要包括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幾乎 像我都六幾歲 我幾乎都用不到市化 我連市化都拆掉了 那何況年輕人 所以你說把全市化拿掉 當然你說全部 全部手機也拿掉 都合理嘛 就你不能太偏向某一方面嘛 所以那六份都是有手機 有民調 所以大家都接受嘛 因為如果有 有市化有手機的 民眾黨沒有拿掉嘛 就是說你這個是全市化拿掉 我覺得這合理啊 還有什麼會員檢訊 那你不是會員的還不行啊 這是莫名其妙 當然拿掉嘛 有一個是資料不全 那資料不全 那你根本連那個 民調的問題都沒付過來 那我怎麼通過啊 因此三份不算 你去看有沒有道理 你不能說 民眾黨拿掉三份 就王八蛋 烏龜蛋 你就是 這個是出貨房啊 人家是拿掉全市化 拿掉會員檢訊是什麼東西啊 拿掉資料不全的 有沒有道理嘛 有道理就是拿掉嘛 但是 你不能說 你拿掉 就活幹 那兩位代表說 為什麼不能這樣啊 如果不能這樣 那我們幹嘛提出來啊 你這個胖子啊 也那個代表胖胖的嘛 臉很大 跟我一樣 不要打我們臉嘛 但是你既然胖子啊 發花了 我們給你面子嘛 我們就暫時把這些三份 割在一邊嘛 暫時割製嘛 要記得哦 我們的禮讓 你先用不合理的拿上去 然後因為不合理 被人家拿掉 你這樣子做禮讓 那你乾脆再拿五十份 也很不合理 資料不全 一大亂七八糟 然後都被人家拿掉 哦 你看我禮讓你五十份哦 哦 這樣太大了 你能這樣講嗎 因為就是不合理嘛 你要罵 民眾黨的情況是說 如果他拿掉了三份 又有實話啊 又有手機啊 都沒問題啊 資料有權啊 只是因為對後衛有利 他拿掉 那你可以罵錯頭 但是 人家講的是有道理 但一般人腦記不記住 不管 拿掉你就是粗兒反而 你就是很難搞 啊 隨著一般人沒辦法 民眾黨代表心裡想 不能算就不能算啊 他就有問題啊 這官庫 退不退上什麼關係 就是不合理啊 啊 反正都是你們在講嘛 值得了半天 那些檢視剩下六份吧 周裡有結果 但麻煩的是有兩種結果 哇 我們說民調不是差不多科學的東西嗎 怎麼 內容都一樣 啊 但是解讀不同啊 這麻煩了 民眾黨代表說 我們柯老大先前承諾 你讓三趴 依照這個標準啊 我判定三比三平手 那就是平手嘛 下回再戰 但另外兩位代表就不樂意啦 啊不好意思喔 是五比一喔 而且是侯市長五喔 你們柯老闆是一喔 你說講這些東西都幹嘛 過去了 可是有關係 有關係啊 我們整個講完就知道 有關係啊 我這裡面都沒有廢話 有很多不重要喜酒就不要了 這都是蠻重要的 是我們侯市長五 你們柯老闆就一 民眾黨代表一聽頭就昏了 他說 我們老闆不說你讓三趴嗎 三比三平手沒錯啊 另外兩位代表 潘老弟啊 你對統計學啊 民調學有點荒廢喔 你還是民調公眾經歷喔 有點糗喔 什麼叫誤差值正負三 就說你們柯老闆 沒有贏我們後市長超過六趴就輸了 欸 所以很多人一聽 有道理啊 三加三 三加三等於六啊 但三加負三是零啊 而且政府是不相關的 他理論上負的也在讓啊 真的也在讓啊 只是負的沒有意義啊 那你不能說正的要讓六 負的要讓六到不到誰啊 但是一聽啊 很多就卡住啊 三加三等於六啊 三成二等於六啊 這樣變六趴 人家前面上三趴都不講話 後來又變六趴 你就說六趴對 那高報人人家說九趴 你就說九趴對 所以很多人沒有大腦 那民政黨代表一聽啊 炸一條都啊 於是立馬打電話給克敗了 就總算是黃大美女啊 卻掌握錯年輕更漂亮 連理由都說很漂亮 其就不打從一處來啊 立馬下次不等千 於是藍白河又再一次破局了 而且藍白河啊 跟執子啊 各自放話 藍的就說白的啊 任督不服輸啊 邊來邊去啊 媽寶 綠的就回嗆來 安吃 這是台語啊 家人搞搞 太過分了 欺負我 欺負的太過分了 吃人夠夠 歪曲民調無差值啊 設計下套 大欺小 我們被突襲啊等等 所以那些小弟小妹就是氣死了 你助理人為什麼把他們趕出去啊 我們第一個全身錄音啊 助理人說不准錄音嘛 什麼時候又說有錄音 你就知道我們小弟小妹我們在旁邊聽嘛 我們人多嘛 我們搞不好聽出一些梗嘛 我們可以給主席說 這邊有一些梗啊 有一些東西可能會有問題啊 我們這樣就 就是三個抽筆這樣抵 抵會出個量 你把我趕出去 我們就聽不到了 我們就沒辦法表達意見 然後你又簽了 簽了搞一大堆問題 所以那小弟小妹氣死啊 你為啥趕我出去啊 你應該是 我們全身參與嘛 大家談論的時候 我們小弟小妹也參加 我們多幾人聽嘛 然後最後聽得差不多 我們的意見表達完了 換你們幾個 老大再做決定 可以啊 我們知道小弟小妹都已經把 都已經聽完了 而且都已經把 該表達意見都表達完了 你之後再趕我們出去 我沒話講 當然最好是都不要趕 你就一開始把我們趕出去啊 然後雙方又派小弟小妹妹放話 白的說 目前已經沒有侯科背的選項了 懶得就說 我馬上開中常會啊 提出黨內負責任 要決裂了 要決裂歸決裂 然後又來了 最後的進展 是侯科 又通電話 在談 那侯又說 是科打電話 科說 不是哦 是你之前跟我聯繫 我是回電了 你看又來這個東西了 當然誰先打不重要嘛 可是誰先打也重要 就是 也不能說示弱啦 就誰先打嘛 真相只有一個 所以 國民黨最糟糕的就是這樣子 老是給人家穿小線 如果是你先打給人家 就是我先打給他回電 那你不能說我先打給你 然後你當時說在馬 然後你打來就 哦是你打電話了 不能這樣講嘛 科那邊說 是你先找我啊 我當時給他在馬 我後來回電了 然後你說是我要打給你 好像是我有求於你 然後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哦你看科 又在示弱啦 又打電話啦 又委屈啦 又求和啦 所以國民黨很會搞這些小動作 所以國民黨一般人說 內鬥內行外行 內鬥的時候比誰都厲害 跟民進黨一打就是 烏龜一致 就不會打了 自己人鬥得比誰都兇 這從蔣介石開始 蔣介石內鬥比誰都厲害 一打共匪 一打日本就不行了 所以一個同理啊 再談談嘛 也就是不到最後關頭 全部放棄合作 至於最後結果啊 就請吃瓜群眾慢慢看下去 知道這期的進展 好接下來就是重點啊 除了上述的劇情之外啊 因為我們要先了解整個過程 因為有些人說 我過程要了解 可是有些細節你不知道 你沒有注意到 那有些人如果細節不清楚 順便了解一下 所以前面講一大堆 重點來了 除了上述劇情之外 柯文哲其實民眾黨幹部啊 也好幾次啊 透露一個重要訊息 就是柯啊 曾經想退讓當副手 因為為什麼呢 你好好的嘛 你民調也沒輸嘛 為什麼要當副手 因為這跟柯文哲的人格啊 特質的關係 因為柯文哲是很有信心 或者說驕傲都可以 他就想說 你懶得幹的那麼爛了嗎 一大堆都討厭你 所以你民調很低 我知道贏你十個百分點以上吧 不然什麼就要贏 結果搞了半天 我也努力啦 國民黨好像也不行 結果後來又沒理解你多少 唉 就覺得我努力不夠啊 我說國民黨還是受死駱駝鞭 馬大 而且你國民黨資源確實多啊 而且選上以後 如果我柯文哲是正的啊 國民黨立委說你是正的啊 我選立委經費你出啊 民眾黨那一切啊 他就想說啊 也沒贏多少算了吧 前面講3%啦 也被搞成6% 本來那時候3%平時我就說 算了算了我當副的 反正你又搞個6% 然後我就生氣 小弟小妹妹有氣死 我要去安撫類死了 他就曾經想說啊 算了吧 也不管3%啦 就算4%5% 如果贏個10%了 當然不幹了 啊 了不起贏個3% 4%5%算了 而且還3比3平手 曾經想 退下當副手 不要說我都沒有自信的人 而且你國民黨這麼弱 我還沒領先你多少算 到副手 是這個原因啊 不是他認輸啊 我說不要那麼累啦 你國民黨還是大的 我又沒領先多少算了 就給你吧 我知道一個副總統啊 我去什麼NCC啦 或者甚至調查局啦 警管會啊 我來監督就好啦 還有一些立委嘛 這些 但是他為什麼沒有做出真正退讓 而當副手思想 那你真心想到 你一對又說你別著龍啊 你不是想退讓嗎 那怎麼不做呢 但是我們很多事情啊 你要去有同理心啊 你要去設身處地想啊 你不能一股腦的一鄉情願去想事情 像台灣就是一鄉情願想事情的態度 或者人云亦云的態度啊 就沒有判斷力啊 民眾黨就希望說你國民黨給我下台階嘛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當就3比3平手嘛 那也沒贏嘛 應該談 下一次再談 我的研判啊 柯文哲其實當初就想 好啦 假設國民黨說好 就3比3啦 也沒有什麼什麼5比1啊 6趴 搞不好 高科當時就想算了 我認輸啊 不是認輸啊 就是我當副首吧 因為我們整個3趴 柯文哲也是蠻大氣的 說我搞了半天 還在那邊3趴 我就不 不是不玩啊 他有兩個選擇嘛 第一個就是說 我當副總統 第二個就是說 我也不想選副總統 我就跟你合一不合嘛 看不起你嘛 我就找黃珊珊啊 或找個什麼人嘛 做開店啊什麼 就代表民眾黨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或怎麼樣 反正有好幾種錯 意思就是說 好啦 你也承認3比3 我也承認3 是平手 可是我不想玩了 太累了 而且我也覺得很丟人 還來搞個3趴 我就說我是負的 或者我們這個黨 推派一個負的 可是你搞個6趴 我就下不了台了 就算我下不了台 我下面小弟小妹也不幹了 那時候 大了 但國民黨也不敢讀了 所以就堅持6趴 換句俗話說就是 李子 給你名 你贏了嘛 你當真了 他面子給我民眾黨 給我一下 我們只要打個平手 然後就說我下台 給我個下台接 因為我們民眾黨下面還有很多小弟小妹要給個交代 事實上他是一人大 沒錯 他下面下面一線這樣小弟小妹還是很多 很頂他 但是國民黨可能的想法就是 要我們這個洋洋大黨當富人 哪有可能 你新客的願意當富人 那順天一人啊 天天地也很好啊 重點是 但是你要先承認屬我們 那就反思OK 換句俗話說就是 面子裡都是我的 都是我國民黨的 你面子沒有你的 理智也更沒有你的 都是我的 你是一個人 一個一人黨 一個小黨 你有個副總統 幾個部位首長 立委 黨黨已經無朝所知 你要什麼不滿 所以重點就是說 柯文哲已經想下台階了 因為國民黨確實大 這個他不是不了解 而且他只贏3% 他也覺得 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面子 我就下台 我就當富人 我就監督你 就好 可是你不能假人搞搞 你不能欺負我過頭啊 還硬拗成三 然後給我一大堆小鞋穿 那我沒辦法 就算我同意我下面的人 小弟小龍 我要給你交代 所以 所以 柯文哲他很了解 重點是政黨輪替 他心裡也是想讓 不然他就不會說讓3% 真的不讓我幹嘛讓3% 而且 如果他當初不讓3% 就沒問題 他就會是真的 如果是 依照全民調 就是想讓了 但是 你國民黨就是壞 不是笨 是壞 就是說 人家已經是這樣子 都已經讓你3%了 你給點面子 那就是 給個下台錢 不行 我還是要贏你 我一定要說你輸我 連平手都不行 我一定要用6% 你就輸了 你要當副的 不但你要 心甘情願當副的 而且你要認輸 可是誰輸誰贏 如果沒有讓的話 就是國民黨輸了 他硬要把輸奧成贏 然後 如果不讓的話 國民黨輸啊 可是讓3%還不夠 3%不夠 要讓6% 可是 然後最壞就是 我沒有喔 我沒有叫3% 那你說就是這樣6% 沒有 我沒有 那是正副值 那正副值不就6% 就他們所講的6% 那其實應該是3% 所以公平黨輸在這裏 以上是我解讀集 描述藍白河 大致過程 誰是誰非 一次一次研判 這個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也不能強 不會怎麼想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藍白河也沒那麼難 也可以困難無比 因為 藍白河都希望 下降民黨 或者是政黨的問題 照理說 國民黨當政的 柯文哲當富的 因為他到底黨大 如果當柯文哲說 民調領先太多 那就沒話講 那現在也沒有領先多少 那柯文哲就順勢下車 就當個富的人 你不能欺負人家 你不能把3搞成6 你不能把小弟小妹妹都趕出去 你不能說人家要公開透明 要轉播 你搞個拉下鐵門 人家就帶回去 承諾大尾 帶去研究 你不能說 你已經答應了 然後又搞一大堆 把這個支持者說 你變色龍 粗兒凡 人家都受不了 對吧 就算柯文哲人 下面的蝦兵線 小弟小弟也看不下去 吃者看不下去 就是這樣子 這集叫做